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今天我们就住这个guest house 这是我们今晚上住的房间 楼上还可以住一个人 这是一个休息的地方 可以看漫画 比较快乐 水煮的蒸蛋 是用到肉煮的蒸蛋 是用到肉煮的蒸蛋 再来吃 蒸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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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炊造 正雞翅膀 太小了 從下剛才做到的 剪碎 請致致興 這是橠橠焼 熟火鍋的料理 夏天年之間 好 可以做一份 但有份 這個廚士 可以做一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凌晨 今天夜里 我们要 你说 3点20 出发去看云海 看云海日出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收拾一下东西 去泡个温泉 泡个温泉 然后睡觉 早点睡 这一家吧 先去 好 再去 好 好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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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市場上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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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凌晨三点半 和民宿的主人一起前往附近的山顶 目的是拍下驱邪路湖的云海日出 三点半的天空已经渐渐变得明亮 日出前的天空是介于蓝与黑之间的颜色 朦胧中透着曙光 路上开了半个小时 和民宿主人闲聊 得知他出生在大阪 很多年前来到北海道 和家人一起经营着这家民宿 只要天气不错 他都会开车上山看云海 这个爱好坚持了二十多年 自从接触到大江无人机 更是解锁了拍云海的爱好 除了拍云海视频 他还有另外一个冷门的爱好 折子 从小就迷恋折子 在家人的支持下 折到了现在 成为了日本折子协会会员 偶尔还会出国比赛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折子协会 以及折子比赛 这些全是雾还看不到 明宿老板还在放无人机了 明宿老板还在放无人机了 我们等了快一个小时 然后雾还没有散 今天可能危了 准备走了 我们现在返程了 好冷好冷 回去再睡会儿叫 你看我是主持人 回去再睡会儿叫 对 对 对 顧客 右上就是子供 左上就是 母亲 旦那就是 旦那 由于山顶云雾笼罩 我没有拍到云海 回到住处 云树老板给我看了他无人机飞出云城拍到的画面 谢谢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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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这里好像也是混浴的那种露天的温泉 真混浴 不收费的纯野温泉 1984年开始的蜜汤 下面写的什么 驱邪路湖露天风吕 这就是更衣室 你看它这里是通的呀 你看它这里是通的 它就全挡一下呗 驱邪路湖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口湖之一 无论是湖泊的湛南还是山湾的苍翠 都令人陶醉其中 在冬季 大量天鹅从西伯利亚来到这里过冬 作为火山湖 湖畔有很多温泉涌出 古丹温泉在宽敞的湖泊前 中央有一块大石头 江南里区分 但基本上属于混浴 温泉水面与湖面齐平 在冬天就仿佛和天鹅一起混浴 在冬天就仿佛和天鹅一起混浴 这一大片都是沼泉地 很大很大一片 就这里 哇 这地肯定是热的现在 我也感觉有点热 不知道是心理作用穿着鞋呢 哇真的是热的 好热 好热 这个沙子 你再挖一个 好 哇闻到味道了 你看下面沙子是湿的 嗯 这木棍也太难挖了 没有 热水热水 真的是热水 很热吗 不是很热 可能要再挖深一点才行 嗯 我这个挖的还不够 应该是 好臭啊 越挖越臭 这个也好热 我越来越热了 越挖越热 真的可以泡温水 好臭啊 我不想挖了 挖累了 我帮你挖一下 哇 这个要是我干女儿和干儿子来 可以把他们挖船 给大家看一下湖面的风景 这要天气好的话好美啊 不想泡竹汤了 我也去 哇这个好烫啊 他现在还在放水是吧 好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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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到湖边的一个温泉小镇 这里好落魄 这有一个相铺纪念馆 但是第48代横钢大棚 这些温泉酒店全都倒闭了 你看这些都破破烂烂的 前面还有野猫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日本经济泡沫时期 投资者纷纷新建豪华温泉酒店 泡沫破灭后 经济衰退和需求下降 导致酒店经营困难 特别是一些选择并不理想的温泉酒店 成了废弃建筑物 长期未经维护和管理 像这样泡沫经济遗留下的废弃酒店群 在日本各地还有不少 说充满落魄远不理想的 你看这里应该是一个温泉酒店 啥也没有了 一个人都没有 这里有个足汤 看这种天然温泉矿物质的沉淀 你现在是独享 哇好暖和 哇这里最烫 这个鹿霍龙最小的指向下 这个足汤看起来最像样的 这个足汤真不错 其他地方都很破败 嗯